这两姐妹可真会玩 已婚姐姐假装单身勾搭红毛小弟弟 未婚妹妹伪装人妻卸后年下小哥哥 据统计 在八个国美食对夫妻就有六对存在问题 电视上这类新闻更是络绎不绝 对此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看着手机上刚收到的新闻 中子不知道结婚的意义在哪 一边带着表明永远相爱的戒指 一边又不堪束缚偷偷摸摸谈恋爱 再加上这几年相亲之路的坎坷 让32岁的她决定不再相亲 谁说一个人就不能享受生活了 下班后 她单独去饭店吃了烤肉 之后又独自去KTV唱了歌 回家途中路过一家旅行社的时候 中子的小心思又起来了 既然这么有缘 那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隔天在卧室收拾行李时 姐姐惠子一脸无语说道 你这家伙辞职之后又要去旅游 妈妈听说后都惊呆了 中子则表示和姐姐不一样 自己单身没负担很孤独 既没有恋人也没有男人缘 姐姐也不说把姐夫借给自己玩了 真的是太过分太过分了 真的是太讨厌了扯个衣服也不会 这里白让我期待那么久 之后中子通过各种花言巧语 向惠子借了条最贵的长裙 结果过安检的时候 在口袋里发现了姐姐的婚结 顾不上太多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中子只好暂时拿着等回去再说了 这边才刚刚把行李放好 结果一个包裹突然从天而降 戒指也随之从手上掉落 清醒过来的中子连忙趴地寻找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中子被眼前小哥深深迷住 脑中满满都是对方的盛世容颜 这种反应把小哥视下坏了 毕竟刚刚的包裹是自己的 这娘们不会是准备碰瓷吧 他连忙低头向中子道歉 之后更是使出美男计 拿过戒指亲手戴在中子手上 之后通过聊天得知 小哥名叫伴杖是一名海归 等到达目的地后伴杖以道歉为由 带着中子来到一家饭店 两人是越聊越投机 中子呢本就对这个小哥有意思 而伴杖更是喜欢这一口 他这人一生唯有一种诱惑最难忍受 就是他人之妻 那种风云曼妙最是人间难得 简直是喜欢的不得了 两人在饭店那时一聊就是一下午 等出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伴杖说送他回酒店 中子也没有拒绝 等到达一个转角时 伴杖从背包取出一部摄像机说道 这里风景不错机会难得 让我给你拍张照片吧 这让中子是浑身不自在 感慨到自己一个老阿姨 怎么拍都不会好看的 然 伴杖这个小伙很会哦 直接一句在八个国 像中子你这么好看的人 都会自称阿姨吗 难道只是因为结婚的缘故 再说现在就算结婚了 也可以谈恋爱啊 这让中子内心有点发虚 毕竟这一切都是自己撒的火 算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谎言 自己才能真正顺利谈的恋爱 简单的亲吻后 伴杖拉着他的手往酒店走去 正当起满心期待的时候 伴杖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闭上眼睛 撅起双唇 中子满心期待准备迎合伴杖的进攻 而就在关键时刻手机响了起来 好不容易营造的气氛被轻易打破 都说爱做欢喜少年 伴杖那么年轻一定干尽失足 想起接下来自己就要彻夜畅谈兵法 中子就拿了一瓶酒店提供的清酒 趁着伴杖接电话的间隙 他要喝那么两杯补充补充能量 体力这方面 待会一定要让伴杖大吃一惊 也不知是因为酒是假的还是心情的缘故 中子一连喝了几大杯都完全没有醉意 于是就起身又拿了一瓶过来 等伴杖返回房间的时候 中子已经整整喝了三大瓶 此时正昏睡在床边 直到隔天清晨才再次醒来 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中子那是懊恼无比 这么来之不易的机会自己居然睡着了 正在以为要爆汗终生的时候 房门被突然打开 伴杖手提早餐走了进来 随后两人一起外出 游玩的同时伴杖还给他拍了许多照片 虽说相差七岁 但两人却没有一点代工 他们很自然地谈笑风生 有那么一刹那 中子觉得自己好似真的恋爱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时间就到了晚上 到达酒店房间后 伴杖温柔地去掉中子手上的戒指 说今晚你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 这次他们之间没有意外发生 中子也向其展示了自己体力到底有多好 一夜下来两人都是累得够呛 他缓缓醒来 完了 快要赶不及回去的飞机了 中子连忙起身整理行李 之后慌乱地检查一番 确认机票手机钱包都在 临走时半丈问他 难道你就不打算要我的电话号吗 中子沉思几秒后回到 还是算了不知道会比较好吧 等上了飞机后 中子心中非常后悔 为什么自己会用那种无情的态度 明明昨晚那么温柔 想起自己这次旅行 半丈一直都陪在自己身边 就这样结束真的好吗 可不结束的话 一旦对方知道他没有结婚 肯定会对自己失去兴趣吧 直到这时中子才发现 戴在手上的戒指不见了 同一时间惠子这边 他收到丈夫闲置的消息 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他已经事先约好那天的餐厅 戴着戒指假装已婚 在异地他乡来了场大冒险 对方还是非常年轻的帅气摄影师 本来是件挺好的事情 随着旅行的结束 这场三天两夜的恋情 本该宣告终结 却发现姐姐的戒指不见了 下飞机后 中子第一时间联系了酒店 却被告知戒指并未在房间内 而且他还没有办账的联系方式 思虑再三 中子决定大出血一次 买一个和姐姐相同款式的婚戒 但婚戒这东西本就是定制的 哪有那么好找呀 正在这时 他透过窗户看到惠子拉着行李路过 这是怎么回事 姐姐这时候应该在外地出差才对啊 抱着好奇中子一路跟了上去 却发现姐姐静止进入一家酒店 等再次出来的时候 中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平时那么朴素的姐姐 如今居然打扮得如此招摇 摘了眼镜涂上大红唇 还穿了这么性感的连衣裙 接下来她到底是要去干嘛 为了不被发现 中子买了一副墨镜戴上 之后又把头发放下 一蹶一拐地尾随着惠子 最后的结果让中子不由怀疑人生 姐姐竟瞒着姐夫偷偷和一个红发弟弟约会 中子怪异的举动被红毛发现 惠子也跟着将目光转了过去 糟糕 被发现了 不久后他就收到姐姐发来的短信 刚才的那个人是你吧 之后我会和你解释的 在这之前一定要替姐姐保密哦 特别是不要让闲智知道 晚上到家以后 他就接到了惠子打来的电话 中子对于此事很是不解 明明姐夫那么好 又高又帅又有男人味的 对父母以及自己都那么好 姐姐你为什么要谎称自己出差 却光天化日之下跟年轻男子约会 如此露骨的调情 虽说如此 他正和红毛在酒店享受晚餐 通过聊天得知红毛23岁名叫风太 整整比惠子小那么15岁 相比同龄的女孩来说 风太更加喜欢惠子多一点 论演练兵法不振姿势的熟练度来说 十个年轻女孩都比不上一个惠子 那种娴熟于心反手为攻的战术 那是他之前从未体验过的乐趣 而惠子喜欢风太的理由也很简单 虽说其年轻一点 但胜在学习能力强且虚心大胆 纵使兵法之道稍显青涩 也能在神枪破阵演练当中 让自己溃不成兵一泻千里 这可是在贤智身上从未感受到的 画面再转到忠子这边 通过和伴长联系两人约在周末见面 想到马上就能再次相见 忠子那时翘脸微红似是想起上次的不堪 不由地娇去轻颤 身上更是香汗淋漓 一天前为了给姐姐找回戒指 忠子一大早就起床 嘴上说着这不是约会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开始挑选衣服 之后又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但看到伴长的一瞬间 忠子不受控地心动起来 再次相见两人心里都非常开心 伴长表示既然出来了 那就陪自己好好玩一天吧 戒指都花到晚上再给你 之后两人就像初次见面那般 在城市各地游玩起来 临近夜晚的时候 伴长带她去了姐姐梅子开的饭店 这还是她第一次带女孩回来 虽说年龄大点吧 但这孩子总归是开窍了 梅子作为姐姐肯定要盛情款待一番了 本舅和喜欢的人游玩了一天 此时又面对一桌的美食 忠子那是把最初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姐姐发来催促的短信 她才反应过来 再次向伴长提出戒指的事情 一边的梅子听到整个脸都黑了下来 几天前伴长回来整理房间时 他无意发现了那枚婚戒 不想确实眼前这个女人吧 弟弟这可是在玩火呀 不行 得空的时候自己倒好好教育一下 这时伴长一脸欢笑地指了指上面说 跟我来戒指就在上面 忠子心中只是稍作犹豫就静止跟了上去 心中则按下决定 把戒指拿回就马上离开 绝对不能继续深入下去 不然就会有两方面的危险 然而伴长只是微微一笑 之前和相亲认识的人来回的发短信 想着反正都不是坏人 就约好一起吃饭 花大量时间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但那里却坐着谈不上喜欢的人 估计对方也是这么想的吧 相比于这些 和伴长的相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 以前觉得不够真诚就遇不到对的人 所以在相亲资料上都没有撒过一次火 但这次顺势撒的一个火 给自己打了一个已婚的标签后 就变成了一个既危险又神秘附加激情的女 虽然自己此事很想留下 但一想到姐姐还在等着自己 忠子还是不由衷地拒绝了 这让伴长一下子想歪了 还以为是忠子老公在家等他 之后他向忠子提出最后的请求 想看一看他老公的照片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能配得上忠子 但这可让忠子有点为难了 自己都单身这么多年了 去哪给你看我老公的照片了 可面对伴长的步步紧逼 突然灵光一闪 拿出姐夫闲置的照片出来 接过伴长递过来的戒指 忠子慌不择路地逃出饭店 自己是不是傻呀 明明是个可以解释清楚的绝好机会 仅仅因为觉得伴长只喜欢人妻 就不敢将真相说出 最后忠子深深地望了一眼伴长的房间 以后两人就真的不会见面了吧 如何瞒着室友与小男友约会 惠子此时正苦恼于这个问题 本来呢 一切都挺顺利的 戒指也成功到手了 只需安静等待晚上的结婚纪念日晚餐即可 可偏偏这时候风太打来电话 拳击训练时不慎扭伤脖子 如今正躺在医院想让惠子去看望看望 左思右想他把主意打到妹妹身上 这不 一大早他就把忠子叫了过来 希望他晚上能装个病 好让自己从晚宴中脱身 而忠子本就对姐姐的行为不满 坚守底线表示绝不帮着姐姐来欺骗姐 直到惠子伸出一根手指 承诺事后给予十万元的报酬 要不然 要不然 但是 你兄姨上不太说了吗 真正的地方教你 我叫你共犯者 我叫你共犯者 那我 有可能是有机会的 我叫你共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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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 贤智为了晚上的约会早早下班 专门跑去花店精心挑选了一束鲜花 到了晚上两人如约来到餐厅 饭桌上贤智再次提出要孩子的事情 之前每次提出惠子都以工作忙为由拒绝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回答 贤智苦笑一声表示 两人都结婚三年多了 但因为工作的缘故总是聚少离多 特别是最近一年 自己难得工作结束得早 可每次回家你都不在 只是一句考虑一下 就把贤智开心得不得了 正准备掏出鲜花送给惠子时 中子电话如约打了过来 等挂断电话后 惠子一脸无奈地表示这个中子真实的 偏偏挑这个时候生病 之后更是以不让中子压力大为由 拒绝了闲置一同去的想法 姐夫是真可怜了 好不容易盼来的相处机会 结果连精心准备的花都没送出去 此时医院这边 中子好巧不巧与风太遇见了 这一刻他好似理解了姐姐的快乐 这小孩也太温柔了吧 自己只是说了肚子疼 就专门跑去给自己接热水 正在这时姐姐走了进来 中子心想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 当即和姐姐告别就要离开 但走了一半他又再次遮了回来 站在病房外偷偷观察两年 他已经好久没见过姐姐这么幸福的样子了 虽说姐姐对姐夫说了谎 但他对自己却十分坦诚 相比之下自己不光骗了班长 还骗了自己的内心 其实自己现在真的很想 之后中子不受控地掏出手机 给班长发了一句我好想你 结果对方直接秒回 快来找我 平日里看起来丝丝纹纹的班长 论起兵来竟如此勇猛狂野 只是没料到 柔柔弱弱的中子如今却执拗无语 在溃不成军下仍能坚持屡败屡战 就在刚刚 中子收到班长消息后 马不停蹄地赶到饭店 本来下定决心要坦白的话语 却在见到班长的刹那 怎么也说不出口 看他还没吃饭 班长就亲自下面给他吃 只是白水挂面就让中子满足无比 接着两人相约周末一起旅游 去严守县那边坐独有的银河列车 之后就开始办正事了 中子满脸羞涩小手紧过 一步一驱紧跟班长来到床边 看着男人的侧脸 一颗芳心顿时紧张无比 但其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束手稍稍抬起放在腰带之上 完事以后中子一双毛子柔情似水 呆呆地看着窗外 从表情来看似乎已做好 一直撒谎的准备 就在今晚 姐妹两人各自为战 身边都有爱人相陪 只是可怜了姐夫 本来打算在纪念日这晚大展身手的 如今却只能独自回到冰冷的房间 隔天清晨 中子偷偷摸摸地回到家 脑中还在回味昨晚的论冰之事 这次自己明显落了下风 看来以后得多看看冰法电影了 学习学习如何发音与一些基本礼仪等等 幻想着下次探讨时班长求饶的画面 中子那是早饭都不想吃了 将姐夫随便糊弄过去后 直接回到自己房间 一边整理学习资料 一边和班长探讨旅行之事 中子瞬间感觉整个人都鲜活起来 就连去新公司上班都显得干劲失足 此时另一边 班长却独自一人来到医院 因为要检查的缘故 他将手机给关机了 导致中子这边一直受不到半仗的回行 这突然的已不未回 让中子整个人都烦躁起来 下班后就找闺蜜梅子一起喝酒 将自己最近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想着让梅子给自己提点意见 结果这家伙明显是个急性子 我们直接去他解开的饭店找他吧 当面问清楚不就完事了 中子连忙解释 正好经过这里 刚好想吃西班牙海鲜饭了 绝对不是为了半仗而来的 可这时一边的闺蜜不乐意了 直接开口到来都来了 要不给半仗打个电话吧 就说她的大宝贝过来了 不得不说这个闺蜜是真给力啊 正在这时半仗推门走了进来 姐姐连忙将她拉到一边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能和人妻纠缠在一起 正当半仗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几个客人走了进来 趁着姐姐招待的间隙 她指了指房顶暗示中子和她一起上去 对于中子的到来 半仗还是感到非常开心的 解释今天没有回消息是因为太忙了 之后话风一转 半仗突然问中子是不是很寂寞呀 诶? 寂しかった 嗯 そうだね 違うの 寂しいからあなたといるんじゃない あなたが素敵だから 嘘をついてまで一緒にいたいと思えるくらい 素敵だから 之后半仗表示因为姐姐在的缘故 今晚就无法留你在这过夜了 等明天旅行的时候再为你展示兵法 隔天一早 中子提起行李就准备出发 结果正好和要出差的姐夫碰在一起 中子还没来得及拒绝 行李就被闲置一把拉过 说是和他一起前去车站 一路上中子是坎坷不已 要是被半仗碰到该怎么办呢 可谓是怕什么来什么 刚刚到达就被撞得正着 看了几眼后半仗直接转头离开 等中子摆脱姐夫追过去的时候 早已没有了半仗一点影子 打去电话也被直接挂断 半仗肯定以为姐夫是自己的老公 害怕麻烦就直接逃走 这段有偶然和谎言开始的恋情 最终也要因偶然和谎言破灭了吗 看来一直要撒谎的恋爱果然不行 以后半仗也不可能再联系自己了吧 画面转到半仗这边 此时的他正坐在车站附近 回想着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一次拍照工作自己的大脑突然剧痛 去医院检查后得知 脑中长了一个肿瘤 而且还是在非常危险的区域 做手术的话风险会非常高 也正是因此他才返回国内 想在剩余的人生里做想做的事 首先是在看一眼 伴自己长大的城镇 拍很多好看的风景 再有就是去别的国家旅行尽情享乐 还有就是最后的恋爱 但当时转念一想还是不行 如果那天走了 就会让爱自己的他孤身一人 正在这时他看到机场电视播报的新闻 这也是他为什么最初纠缠中子的原因 同一时间惠子这边 他正在拳机馆看风太训练 这小年轻体力就是好啊 怪不得姐姐那么喜欢 正在这时贤智打来电话 惠子连忙拿起手机走了出去 听到妹妹其实是和一个男人一块旅行 惠子还没来得及惊讶 就发现风太往他这边走来 这给惠子吓得一边往施工的地方走去 一边告诉贤智公交车来了先挂了呀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风太的那一声呼喊 贤智是听得清清楚楚 老公出差给妻子打句电话 却在里面听到男人的声音 再加上禁断惠子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贤智心中不免产出不好的感觉 为了印证猜测他发出短信 谎称今天自己会晚点回去 之后迅速拦下出租车朝家的方向出发 这边惠子收到消息显得非常开心 回复贤智让他放心好好玩 自己会在家老老实实等你的 之后目光含羞地盯着台上的风太 脸上是满满写着痴迷二字 这个男人不光是强而是非常强 而等他尽兴满足回到家后 贤智早已在家等他多时了 看着夏成这样的惠子 贤智轻轻一笑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问他怎么回事不是说在家等我吗 还有穿得这么漂亮是去哪了 自己可好久没见你这么打扮过了 大学时代的朋友们急于会训练 对 嗯 是 大阪土産的たこ焼き炒烤 谢谢 谢谢 大家都让他忙 找我 请你 此时另一边 中子在手机上发现办账独自去旅行了 于是他直接预定了火车 决定去找办账当面解释清楚 自己根本就没有结婚 也许是天意弄人 刚刚到达车站中子就收到一条短信 这个结果眼上火车竟然停运了 这难道是神在告诉自己不要去吗 此时的中子想着自己可真是幼稚啊 都32岁了还在幻想少女漫画中的情节 因为爱面子撒谎说自己已经结婚了 可当他离开后自己又后悔了 正当中子沉浸在回忆中时 半丈就如天神般从天而降出现 之后将他拉到一边的椅子上 对之前的事情道歉 当时看到你和丈夫一起过来 自己被吓到了 但之后脑子里满满都是你 去旅行时不管看到什么风景 都想着要是你在的话会有多好 这时中子则鼓足勇气 准备将自己未婚的事情说出来 可就在这时 半丈却突然晕厥瘸倒在地 32岁单身圣女为了面子假装已婚 却不想连夏小哥正好喜爱这一口 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加 中子逐渐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半丈 于是鼓起莫大的勇气 准备将自己未婚的事情说出 却不想关键时刻 半丈突然失去意识昏迷倒闭 这把中子给吓坏了 连忙拨打120叫来救护车 半丈姐姐得知消息也赶了过来 这让中子再也没有解释的机会 此时清醒过来的半丈用眼神示意一声 不要将自己的病情说出来 中子晚上到家以后 思虑再三决定给半丈打去电话 将自己未婚的事情解释清楚 却不想好不容易开口说出 却被半丈这家伙给误会了 因为没有老公在日语里有两层意思 既能指没有老公也可理解为老公不在 一句玩一玩让中子直接清醒过来 再也没有解释的勇气 自己真是傻呀 还以为和半丈从谎言中发展出了真爱 原来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啊 看来能不让这段感情结束 就只能继续伪装已婚了 这时他又收到半丈发来的消息 说是姐姐邀请你明天来店里吃饭 报答今天你送我去医院的事情 隔天中子如约赶到饭店 半丈姐姐为他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 但这可不是单纯为了报恩 中子这才刚刚吃了几口 姐姐就提出这下就算彻底两清了 现在说说你和半丈是怎么回事吧 为什么中子你会碰到半丈 还是说弟弟晕厥是因为在你身上 出力太多的缘故 我一妻ですから 二人で旅行なんて行くわけ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那日はたまたま友達 那日はたまたままさこと旅行に行った帰り たまたま東京駅でジョークを見かけて 本当それだけで 本当なの 等中子吃完准备離开的时候 饭店正好进来许多客人 于是就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忙 看着忙碌起来的中子 姐姐心中不由暗想 这可真是个好姑娘 之后半丈将中子拉到二楼 将这次旅行拍的照片给他看 而站在背后的半丈突然又是一阵晕觉 想起昨天医生告诉他的 如果下次再晕倒那就相当危险了 等晕觉感缓解一点后 他掏出上次旅行买来的戒指告诉中子 这是银河铁道的夜空 戒指的中间封着星空和银河列车的烟 之后拉起中子的左手 缓缓戴在其无名纸上 接着突如其来的告白 表示和中子你在一起很开心 越来越想一直一直和你在一起 ジョーは大好きだと言って指輪をくれた これは 彼が私を好きだという 絶対的確信ってやつなんじゃ もういい 今言えし 私は独身だって 而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是姐姐打过来的想让中子和他一起回家 这种重要关头中子刚想拒绝 在回去的途中 姐姐向他解释道 今天本来是约好和闲置一起去热海旅行的 结果时间不巧正好和风泰的比赛撞在一起了 自己当然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谎称今天要在公司加班 却不想闲置这家伙直接找到了公司 自己只好又撒谎说和你在一起了 闲置強压心中怒火笑着问道 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事 能让惠子你不惜撒谎也要取消旅行 突然的甩锅让中子那是一脸问号 姐姐你这是要我说啥 剧本里可没有这些啊 这时闲置开口说道 中子不是经常一个人旅行吗 看起来很开心呢 精神上怎么会出问题呢 正当中子不知如何回答时 姐姐插嘴到中子旅行是在逃避现实 身心其实早都已经到达极限了 贤智这时却提出 你突然的精神不稳定 他能想到的只有为情所困了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恋爱 对方是有负之夫吧 接着话锋突然一转 惠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这次是勉强应付过去了 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中子将姐姐拉到房间劝道 你快点和风太断了吧 不要再继续变这个谎言了 可惠子却一脸的不在意 之后反而劝道起中子来 你们和我不一样 如今还是自由的 所以抓紧去跟那个伴长 好好面对面谈谈吧 要像姐姐一样 懂得抓住自己的幸福 隔天他就约了伴长在外见面 这次终于将自己单身的身份说出 当时也没有想到 只是一个简单的谎言 竟能让自己和你这么出色的人恋爱 之前有好几次都想告诉你真相的 但一想到自己一无所有 是个毫无魅力无聊的女人 害怕你知道后就会离我而去 于是自己就逃避现实 撒了一个又一个谎言 但现在自己不想再撒谎了 当听完中子的坦白 伴长只是低头沉思了几秒就表示 当初只是想谈一场另类的恋爱才和你搭话的 那种不留后患的玩乐才是自己想要的 因为自己的病情 伴长觉得无法给予中子稳定的生活 如果上天眷顾 这次出国做手术能够成功 那就回来和中子再续前缘 如果失败了 这次绝情的话也能让中子忘了自己 不至于悲伤一辈子 另一边 惠子早早下班准备和丰太约会 可他不知道的是闲置就在公司楼下等着 见其出来后就一直在后尾随 心心念念的两人终于再次相见 结果伴长却不记得中子了 根据医生的说法 那种程度的脑部手术 后遗症是没办法避免的 而且恢复的可能性还非常小 但中子并未因此放弃 反而觉得这是上天给两人重新认识的机会 之后的一段时间 中子得空就会来找班长 给他讲述两人曾经的种种 然而非但没让两人的关系好转 还让班长变得异常讨厌中子 就连一边的姐姐都看不下去了 中子连忙追了上去 抛出班长曾送给自己的戒指问道 你还记得这个吗 可从班长的表情来看 他明明是记得中子了 但是为什么要撒谎呢 这天他独自一人去找了医生 通过检查班长的右眼视力急速恶化 而这才是他真正的手术后遗症 医生问他为什么要假装失忆呢 原来在手术后 班长就发觉了右眼的不对劲 但相比起病情 他更希望能早点见到中子 于是给那边的医生打过招呼后 就直接坐飞机回国了 结果刚刚下机右眼视力更加模糊 这时医生给他发来短信 这是手术带来的后遗症 很遗憾 估计这种情况很难好转 对于身为摄影师的自己 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现实 原来在下飞机的时候 他还遇见了中子的闺蜜 之后在天桥上 他正好看到中子和腾堂在一起 正如中子闺蜜说的那样 对方看起来很正直 中子也笑得很开心 因为现在眼睛的关系 自己没有自信能让他幸福 医生这时告诉他 可你就这样从他面前消失 真的好吗 同一时间 中子也在闺蜜口 中子的闺蜜口中得知伴长没有失忆的消息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心中一个声音告诉他 你还在烦恼什么呢 现在应该怎么办 想怎么做 难道还需要别人来叫你吗 中子顿时恍然大悟 向闺蜜告别后 直接来到饭店 可伴长此时 却早没了踪影 正在这时楼下传来医生的声音 他告诉两人 虽然按道理来说 自己是不能把病人的隐私说出去的 但这次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说出来的 之后 他将伴长找自己的事情 全部说出 并推测这时他不再住处 极有可能是独自悄悄去国外了 听后中子直接跑着冲出饭店 所幸一切都不算太晚 茫茫人海中中子一眼就看到了伴长 一开始 伴长这家伙还死鸭子嘴 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之后就要准备转身离开 这时中子突然出手 一把又将气转了回来 你不要再说谎了 看实在是演不下去了 伴长只好坦白当 自己如今无法给你幸福了 也没有信心再去继续当摄影师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累赘 留下只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关系 我的幸福是 我决定的 我没有选择 我没有选择 我 我 我一直在一起 本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